主席嗎?有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請 這件事情我事實上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質詢過 我質詢完了以後 國安局非常的重視 他們進行的徹查 徹查以後出來的結果 跟我當初質詢 質疑的內容一模一樣 我先帶部長看 最近在台灣發生的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是有關於重要的 在我們國營企業裡面提供ERP服務 也就是說整個國營企業 他們整個基礎資訊系統的建置 關鍵基礎設施 全部都是本來有一家台灣的諮詢服務公司 他們在建置 那最近半年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家諮詢服務公司裡面的服務人員 大量被一個香港商在台灣設的台灣分公司大量挖角 而且出現了帶離非常多資訊的狀況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香港商 他們事實上 我先從台灣這家公司 他負責哪些客戶 中油 中鋼 台電 全部都是台灣重要的關鍵基礎設施 裡面有非常多重要的這些資訊 這些香港商 他們是什麼背景呢 來請部長看 透過層層的交叉持股 結果最後控制的是什麼 最後控制的 是中國人民政學會議台灣 台東省委員會 第十二屆委員 李嘉恩 那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這個香港商在台灣設分公司以後 透過挖角人才帶離資訊 潛在有可能取得我們關鍵基礎設施重要的資訊 台電 中鋼 中油 全部都是他們在處理的 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以後 來你看齁 層層交叉持股以外 這個德勤 背後所控制的德勤中國 是高官雲級啊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 前面的 那一位黎先生以外 曾順福 他也是北京市政協的委員 結果我提出了這個質疑了以後 國安局他們去徹查 徹查背後控制的 的確 就是這一些中國的黨政高官 但是接下來的事情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了 接下來的事情 我為什麼沒有辦法接受 明明就知道 這個德勤中國 是由中共黨政高官 在控制的一個諮詢服務系統的公司 他們在台灣設立了分公司 透過挖角的方式 帶離資訊的方式 造成了什麼 造成了我們關鍵基礎設施外洩的風險 結果 國安局 把這件事情 據我的了解 他們跟我講的是 他們已經跟經濟部講了 來 經濟部有沒有收到國安局的來函 請我們副主委 包委員 剛剛提的經濟部是不是有收到國安局來 就在國安局這邊我們目前沒有接到這樣子的 所以是國安局騙我嗎 不可能吧 我不清楚 也許我們經濟部有其他的部門有收到 這個我們來 部長 立即來進行了解 你如果找人上來回答 只是說 你們國營會沒有收到 這個太離譜了 我現在先問部長 這件事情嚴不嚴重 這個應該 關鍵基礎設施 油 電水 這些都是utility 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嗎 如果幫你們建置了這些ERP的台灣諮詢公司 他們這些資訊外洩 結果被中國所控制在台灣設置的分公司 把這些資訊都帶走 經濟部難道不需要有所作為嗎 我先直接跟部長講 這個部分 我今天聽到這樣 我會整個請瓜 部長 請你回去徹查 兩個可能性 如果國安局騙我 我找國安局負責 但是如果國安局如果沒有騙我 把這件事情已經報到經濟部了 這麼嚴重的事情 部長竟然不知道 部長你自己經濟部內部喔 可能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但是 我最後要跟你講的是 按照國安局給我的回覆 是他們把這個資訊跟經濟部講了以後 經濟部只回他們 一切合法 依法行政 謝謝指教 這是什麼態度啊 誰這樣子回國安局的部長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交代 我看這樣 這我給委員報告 可能這個部分 跑到我們的經濟部的資訊中心去啦 也不管跑到什麼地方去啦 我回來查 我回來查 如果連國安局 針對我質詢的內容 這麼重視 最後徹查 我對於這個香港 在台灣設立分公司 背後的中國系統 掌握的資訊 完全正確 結果告訴經濟部 是用這種輕忽的心態 在面對的話 我沒有辦法接受啊 部長回去徹查好不好 到底是誰跟國安局這樣講的 好 更重要的事情是 面對這樣的事情 經濟部你們的應對是什麼 這個部分 這直接牽涉到台灣的國家安全跟國際民生耶 因為這個部分是一個 關鍵基礎設施 油、電、水 這都是utility 這不是開玩笑 對啊 我上次在外交國防委員會質詢這件事情的時候 國安局都知道這件事有多嚴重 結果告訴經濟部了以後 經濟部是這樣子輕忽的心態來處理 這我回去會查 我查了我把委員報告 你不需要跟我報告啊 你跟台灣社會報告啊 這件事情經濟部打算要怎麼辦 難道要等到具體的危害發生了以後 大家才在究責 才在懊惱 當初明明就已經提出過這件事情了 結果我們經濟部沒把它當一回事 所以我們回去查 回去徹查 那 withdraw 剛剛 haz 我就 ヱ